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是整容出身,脸是实打实的,给人一种假脸的感觉 网友,她好像是西门阿姨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较高的经济水平,许多人开始关注超凡脱俗的追求 人会通过一定的技术,如整形手术等,在外表上下功夫,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尤其是媒体机构中正在走红的明星将把他们的外表放在比他们的团结更重要的层面上 杨子是当之无愧的童星,她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杨子从北京电影基金会转学,七岁参演电视剧,一直在演艺圈活跃 目前她是家喻户晓的90后小花旦,深受群众喜爱 从少年到成年,她的进步不容错过,以至于不少网友纷纷围观她整容 前段时间,杨子在某网络VIP的直播间做客,随后在不同频道下出现了精修图 她戴着深色贝雷帽和牛仔外套 姐姐的性格也很可爱,很敏感 不管怎么说,美化过度了,皮肤和颈纹都被侵蚀了,怎么看都不正常 尽管如此,众人的眼睛都知道,因为她的脸有些放大,硅胶的感觉尤其不言而喻 还有,杨子不断的变化让网友吐槽,尤其是西门阿姨 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小伙伴们都觉得杨子的苹果肌看起来比正常人 更加饱满和肥大,下颚线也有明显的填充痕迹,非常的老旧和粗糙 杨子的颜值可以说是高低之分 在湘密出手之前,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好 在拍摄过程中,很明显脸上的透明痣酸支撑了整个脸 节目拍摄结束后,她的脸又恢复到了极其美妙的状态 所以我真的很想相信她实际上需要更加努力地团结起来 有迫不得已的理由需要不断地专注于改变这张脸的最熟练的方法 演技长青 到目前为止,一些专家已经检查了这个接生孩子的面部变化 她应该做鼻腔填充,改善鼻唇沟覆盖 令人惊讶的是,调整她的避难所 从那时起,她就是一张非常标准的脸 相密之后,异常敏感的小脸登峰造极 这张脸也在当时为她圈粉无数 之后,杨子路连续完成了几项临床和时尚的事业 这很正常 为了反对成熟的发展并保持一切照旧 临床风格的项目是基础 这些女明星有着显眼的整形手术痕迹 但她们不会随便说出来 网友,进度太不言而喻 从大家目前的情况来看,不难看出在媒体上 颜值对于艺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多次说过,对品格的执着始于外表 漂亮的外貌是艺人的创业知识 而品格是他们日后晋升的根本 于是,在大众心中,所有的艺人都被认为是美好的 尽管如此,正在发生的星星绽放的时间非常短 经过几次长时间的拍摄,他们因为某些原因退出了这个圈子 不管怎么说,像林青霞、朱音这样的艺人,已经成名很久了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也是存在于个人心灵深处的华丽存在 当年的几部戏,是无论如何也换不来的艺术品 看看目前活跃在媒体上的艺人,他们魅力十足,非常漂亮 显然,不是那些有名的流量特工,而是TVB辉煌时期的老艺人 的确,即使到了这个年纪,依旧没有老到不行的感觉 完全是逆龄,风度完全放得开 不管怎样,不管在位的艺人演技好不好,只要长的够用,都可以被有资产流量的人群追捧 显然,这并不是说演技不足以当艺人,只是说资产比不上外貌出众的人 组织路线不合适的人可以担任配角,能力出众的人,无论是否担任职务能力变态,个人会很快表扬为男主女一号等 为了让自己能有吃艺人的选择,或者能有更长的花期,不少艺人都会通过整容来改变自己的外貌 希望更容易进入粉丝圈进行创作 尽管如此,一些知名人士完全承认他们做过整形手术,但有些人不知道是否要说出原因 能开诚不公地说自己做过整形手术的明星并不多 他们要么说他们把牙减肥了,要么说他们调整了自己的观点 有明显整容迹象的女明星,却不承认自己做过整容 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变化一开始就能察觉到,尤其是这几年,面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管他们有没有专家资料,都看得出来,他们很可能在临床上做得很出色 但他们却在误导自己,活在自己的现实中 仅此而已 杨子完全是被大家看着长大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明星,他的演技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当年,他担当起家有儿女的角色,格外妩媚不羁 浑身上下还带着几分孩子肥,着实惹人注目 尽管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脸色一步步改变,就像大学毕业后的分水岭 旋律单单曾表示,如果外貌不够出众,在娱乐圈培养起来就比较困难 假设你之前看到了杨子的脸,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护这个有胆量的女人的 现在的杨子肯定比以前苗条了一些,颜值肯定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变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这完全是医术精湛的巨著,鉴于正在进行的秀非常不自然,而且非常紧致,总感觉整个脸都能挤出玻尿酸一样 从少年到成年,杨子被人议论纷纷,从宽下巴变成了瓜子脸 总之,化作香蜜如冰,整张脸都非常虚伪有感觉特别不自然 有人说杨子当时打了玻尿酸,但还没有完全康复 还有,Angela Babi阳影的整容手术一直为人所熟知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模特的时候,我的牙齿和嘴巴特别显眼 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奇迹,甚至是一些整形美容基金会的设计 但他表示,自己从未做过整形手术,并到急诊室找专科医生进行评估 坦白说,不管是否完整,人群一开始都能看出来 而且一般都是用拔牙瘦等理由 真的拔牙这么多年了 每次出现都会换一张脸,不会被镜头下的任何想象打脸 展现最好的状态应该是精致的 这是艺人的新时代 02.媒体界最干净的三位男星 第一眼,杨开果然名副其实,嘴角咧嘴一笑,十分妩媚 杨幂饰演的肖奈实在是太有魅力了,颜值高到可以满足心上人的所有梦想 该剧播出后,网络播放量突破200亿,而杨幂本人在剧中的表现也同样获得了广泛好评 他是一个聪明迷人的孩子 不管你笑多久,你都会看起来特别温暖 你是这个世界上明智的利益 亚军是肖战,肖战之前出演过很多配角 他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受到了无数观众的普遍欢迎 尤其是他的大爱付出,更是深深地圈粉无数 无论是群戏,都市剧,战术剧,无一例外,都有着极高的造诣 更重要的是,他的精力鼓舞了很多人 肖战的容貌一尘不染,容光焕发,养颜养颜 第三位是任嘉伦 这个牧春的任嘉伦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凭借电视剧走红 作为最近的年轻艺人,他的无处不在可以说是异常的高 名声大噪之后,任嘉伦对林飞沫的留守也多了起来 除了录音,他远离不同的艺人 当您的职业刚刚开始时,家人也有责任宣传您已结婚 他长得有魅力,眉眼清秀,眼神深邃,文静,直帅到极致,讨人喜欢 这样的任嘉伦谁能少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